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十二年前發生的事情,就在這間屋子裡,空空被三個同齡男生給搶爆了。 殘忍的畫面刺痛了我的心,也重新割開了空空的傷口。 他在浴室裡躲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又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搶眼歡笑,我真的好心疼。 所以,我決定,要讓空空每天吃得飽,穿得暖,過上幸福的生活。 買了新的洗衣機,冰箱,電視之後,錢都花得差不多了,幸好放假了,可以回家拿錢了。 只可惜,我不能帶空空一起走。 我買了二十個雞蛋,這個你也要煮熟了再吃。 還有火腿腸,八寶粥,真空包裝的鴨子,雞,牛肉。 泡麵在廚房地上的箱子裡,餅乾在書桌的抽屉裡。 還有蘋果。 空空,只是過個寒假嘛,很快就會回來的。 而且,我還會打電話給你的。 嗯,熊熊,你要早點回來呀。 唉,知道了。 我不在的時候,你可以睡床,這樣可以睡得舒服點。 乖,我走了。 。 乾爹。 幹嘛? 你會不會一種,可以讓自殺的鬼魂,離開原地的法術? 會啊,幹嘛? 教我。 你要學這個來幹嘛? 呃,繼承副業,光打門湄。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想騙我。 嗯,真是什麼都瞞不過乾爹。 其實,是這樣的。 呃,這給他戴上,就可以帶他出來了。 我要知道,這個護身符怎麼做的。 求個追還挺強的嘛。 唉,你教不教? 教,不過,懂得些小法術,還不如先學一些拳腳功夫。 這個假期,你就跟著我好好學著吧。 今天是除夕呢,家家團圓。 我現在應該叫做孤魂夜鬼吧。 熊熊現在一定在吃好吃的年夜飯。 都在餐桌上會有些什麼呢? 唉,欠紫賀。 哇,從窮窮那兒來的。 這支煙花棒給你。 對著只喝數,一,二,三。 我會在家裡和你同時訪問吧。 一,二,三。 好漂亮。 這是我出生到現在過的最幸福的初期。 謝謝你,熊熊。 熊熊。 熊熊,要玩那種小孩就玩那野花了。 快下來放天胖吧。 唉,來了。 。 唉,你有沒有看到啊? 昨天那些鬼屋又鬧鬼了。 啊?怎麼回事? 有人看見那個陽台上在放煙花。 可是連個人影都沒有。 哈哈哈哈。 熊熊,我回來了。 熊熊,我好想你。 我也是。 來,熊熊,你試試這個。 這些是我初中時候的衣服。 我把它們燒掉了。 這樣就可以給你穿了。 啊,我想你死的時候。 你的親人,肯定沒在這間屋子裡把你的遺物燒給你。 所以,你拿不到。 害得你大冬天的,還穿著小短褲跑來跑去。 來來來,快試試看,合不合身。 熊熊,這是你穿過的衣服嗎? 嗯,是啊。 那怎麼還有商標呢? 這個,啊,那是我乾爹給我買的。 我乾爹太笨了,買來就不能穿,尺碼太小了。 所以,就一直放著。 呵呵,這些,當然都是新買的了。 漂亮的恐恐,就該穿漂亮的衣服。 我那些舊衣服,都過時了。 怎麼可以拿給恐恐穿呢? 熊熊,好看嗎? 好看好看。 抱起來更舒服了,像個大抱枕。 原來她把我當成抱枕了。 熊熊,我餓了。 啊,東西都吃光了? 嗯。 我從家裡帶來的,快吃吧。 還有杏花樓的叉燒包,我專門繞到那裡買的。 熊熊,你真好。 我回來了。 欸,熊熊。 熊熊,你在做飯? 嗯,我們家裡我一直在專研烹飪的書,我想做飯給你吃。 那,我去買點啤酒,就當是補你的啤酒。 來,乾杯。 乾杯。 乾杯。 空空,你的手藝不錯啊,真好吃。 熊熊,你,你有沒有喜歡的人啊? 嗯,有啊。 是怎麼樣的人啊? 嗯,漂亮,可愛,溫柔,鹹淑,有點貪吃。 還有,抱起來很舒服呢。 已經抱過了。 是同學嗎? 嗯,不是,他不念書的。 哦,工作了。 啊,那應該還很成熟。 來,這是我收到的奇人節巧克力,全部給你吃。 人家送你的。 我不要。 真不要。 你不要。 好好好,不要就不要。 那,空空,有沒有喜歡的人啊? 有。 是個,什麼樣的人啊? 和你? 和你長得很像。 我只見過他三次。 連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我喜歡他。 等我死了之後才覺得,那個就叫做一見鍾情吧。 而且,他還是個大學的男生啊。 那他呢?他有沒有說喜歡你? 他? 他第一次見到我,就說喜歡我了。 。 輕服,色狼,不是好東西。 說不定,他把你當成女生了。 不會的。 因為我穿的是高中的男生校服,很有名的高中,就在這附近。 那他為什麼沒有好好保護你? 。 他不知道我出事了吧。 如果,他知道的話,他一定會來救我的。 哼,不要說得那麼絕對。 如果,熊群在上課,我出事了,熊群也會不知道。 也不會來救我的。 第一天我看到你,我真的以為是他來找我了。 他應該知道這間屋子。 所以,我故意使了點張眼法逗逗你。 如果是他的話,他會知道我在這裡的。 。 可是。 可是不是他,是我,對不對? 對呀。 他現在應該有三十幾歲了,哪會像你這麼年輕啊。 而且,那個時候你好兇哦,和他一點都不像。 誒,我就是兇,怎麼樣? 你知道嗎? 當你叫我孔孔的時候,我好開心。 因為他也是這麼叫我的。 我曉得他現在在做什麼。 說不定小孩已經很大了呢。 他不會有小孩的,因為他是同性戀。 哼。 哼。 嗯? 這麼晚了? 窮窮都走了。 哼,女生送你的巧克力,我要把它全部都吃光光,讓你一丁點都吃不到。 給我家可愛的孔孔。 我家的孔孔,漂亮,可愛,溫柔,鹹淑,就是有一點點貪吃。 自見於昨日的飯菜做得不錯,決定賞巧克力一盒,以滋鼓勵。 主,此巧克力乃無於昨日在超市購得,非女生所送。 昨日所收之列,均入垃圾桶也。 啊,怎麼可以扔掉啊? 哈哈哈哈,騙你的。 巧克力在抽屜裏。 所有的情書,我都扔掉了。 請孔孔慢用。 新學期的課程表,我已貼在牆上。 請準時在陽台上等我放學歸來。 外面天冷,不要多等。 哈哈哈哈。 呵呵,臭蟲蟲,一大早就耍我。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恐恐,來,昨天忘了,這個給你。 有了這個,你就可以走出這扇門了。 真的嗎? 真的嗎? 當然了。 那恐恐,你想去什麼地方玩嗎? 我,我想去看看我媽媽。 嗯,你媽媽在哪裡呢? 不知道。 我知道。 我回來之前,就放紙荷出去找了。 可是,恐恐啊。 你媽媽現在,已經有了另一個家庭。 沒關係,我只是想看看她。 嗯,那我們走。 恐恐,你媽媽就住在那家。 可是,你只能透過窗子看哦。 去吧。 嗯。 。 媽媽,待會兒給爺爺祝壽。 我要說些什麼好啊。 恐恐,你都是高中生了。 這個問題,自己考慮吧。 重重。 你媽媽,在你死後的第三年, 和這個男人結婚了。 這個男人的前妻死於車禍。 有一個小孩,本來叫周孝文。 和你媽媽結婚後, 她的小孩,就改名為周孝孔。 我想,你媽媽,是為了紀念你吧。 這個小孩一定比我好。 因為我老是惹媽媽生氣, 媽媽非常不喜歡我。 別瞎說, 有哪個媽媽不喜歡自己的小孩? 可是, 可是我覺得媽媽真的不喜歡我。 我已經盡力做得很好了, 可是媽媽還是不開心, 從來沒有笑得像現在這麼幸福過。 空空, 空空, 那不是你的錯。 以前, 你的媽媽, 只是少了一個愛她的人而已。 空空, 別難過了。 你媽媽, 現在很幸福。 這樣, 也就夠了。 你也應該, 放心了。 嗯。 。 你現在, 要都為自己想想, 你自己也要幸福啊。 我只是一隻野鬼而已, 哪有什麼幸福。 欸, 誰說你是野鬼? 你活是孔家的人, 死是我倉家的鬼, 我會讓你幸福的。 嗯, 嗯, 你還想去, 看看別的什麼人嗎? 你喜歡的, 那個大學男生呢? 看了也沒有用。 而且, 除了媽媽以外, 我想看到的人只有你而已。 窮窮, 我所奢望的幸福, 也許是你不可能給我的。 畢竟, 你是人, 我是鬼, 我不貪心, 只要你讓我陪著你就可以了。 也許有一天, 你會發現, 你只是可憐我而已。 青年節的晚上好可怕啊。 恐恐, 青明快到了。 最近, 會有許多鬼到陽間談親。 我已經在咱家周圍布了驅鬼鎮, 不過, 你還是要小心點。 我放了學, 還要打工, 你乖乖在家等我, 不許亂跑, 知道嗎? 可是窮窮今天沒有帶傘, 會不會淋濕啊? 這手機也沒帶。 十點都過了, 窮窮怎麼還不回來了? 不, 我得去找他。 我去找她。 夠了。 快買了, 這附近日子。 我去找你, 我去找她。 快買了這錢, 妳沒有對抗過。 妳出席了。 终于可以下班了 今天是清明节 还居然遇到最寒最久这种事情 真会气 嗯,是啊 今天是清明节 又下雨 不知道 孔孔会不会害怕 要赶快回去才行 苍晴 雨下那么大 你带伞了吗 你家住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跑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先走了 这么晚了 你自己也要小心点 那好吧 你也要小心哦 今天是清明节 没准会遇到鬼哦 嗯,好的 那再见 我家就住着这鬼呢 不过我家的孔孔 绝对是可爱的贪吃鬼 哎,什么鬼天气啊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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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伞怎么没了 难道 防护的记忆 倒放 哎,我爸 放快点儿 哎,停停 我得去找他 这个笨蛋 不是跟他说了 不要出去的吗 空空 空空 这不是人的叫声 空空 那是夜茶 他们不是都被限制在冥界吗 怎么会出现在人界 人类的小男孩 你有没有 清国一直带着一把伞的小鬼 你是说 这一把伞 你这个混蛋 快把空空吐出来 疾风 闪电 原来是个小道士 伸手还挺快的 要命到我肚子里来找你的小鬼啊 你这夜茶 伸手也不错嘛 居然只劈到你的手臂 不过 这次我会直接撕破你的肚皮 闪电 笑到你 就会这一招 你伤不到 没辙了 那就乖乖到我肚子里面来吧 臭小子 我要砍了你的骨头 一会儿 神经 神经一点 口口 等着我去救他 让进 怎么了 臭饺子是不是死了 不好意思 你是业者 不是鬼雷 所以 也会有心脏吧 去耶和王那里报到吧 我的空空 待在这种臭烘烘的地方 真是难为他了 我要带他回去洗澡了 哎呦妈呀 哎等一下 里面有没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哦 是不是带着把伞的小鬼 啊对对 他刚刚在这儿遇到我们 他问 麦当劳在哪里 后来啊 这只畜生就冲了过来 那小鬼用伞挡了几下后 朝那个方向逃跑了 哎呀 年轻就是好啊 跑得跑得快一点 空空空空空 空空 你在哪儿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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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e 程庆 程庆 我迷路了 我还都要回来 我们回家 你怎么受伤了 回家再告诉你 至爱小鬼 至爱小鬼 程庆 程庆 发烧了 家里没有药 怎么办 对 给他家打电话 喂 谁啊 喂 喂好 有没有人啊 喂 我是桑琼的 神经病 喂 喂 喂 叫谁 喂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 你是谁 我叫孔茹 我叫孔茹 我是桑琼的朋友 哦 是孔孔啊 我是琼琼的干爹 有什么事吗 琼琼受伤了 他现在高伤昏迷不行 我没有办法出去买药 又没有办法送他去医院 你快点来救救他 我求求你了 你快点来救救他 慢慢说 琼琼跑出去找我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胸前和亲人都是血 好像是被羊尾抓伤的 现在有点化浓了 好 你给我一分钟 我马上塑料过来 一分钟 不行吗 一 二 三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啊 好大的鸟 塑料袋 哦哦 我马上开门 喂 琼琼 拿到药了吗 拿到了 你听着 里面有一个绿色的紫病 这是给琼琼 涂在伤口上的药膏 还有一个黑色的紫病 里面的药管 你给琼琼是六里 剩下的是些症状的断烧药 看上面的说明书 给他吃就行了 我知道了 好 明天早上 我再打电话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 琼琼 琼琼 醒一醒 吃药了 这可怎么办 琼琼 那我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嗨 再 happens 小心 装 才脖 一些 时间 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阔眼界嘛 对了 你的伤不是叶叉弄的吧 我给你的药膏要再磨两次 黑色的药丸就不用吃了 嗯 知道吧 甘迪好聪明啊 你怎么猜到的 你知道昨晚有多少支叶叉在我们这个城市活动吗 多少 最少有两千支 啊 怎么会这样 不太清楚 你爸昨晚也看见了一支 受了点响伤 不过 我已经处理过了 没什么事了 那 那些夜场呢 今天在日出之前全都不见了 应该是回去了 不过 你还是当心一点 以防他们这几个晚上再出现 到了十三号以后 应该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还好 叫你的小管 千万不要出去 我知道了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空空 昨天谢谢你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昨天怎么了 昨天我回家 发现有个小笨蛋不见了 所以我出去找他 结果遇上一支好大好厉害的夜叉 我看见他旁边有那个小笨蛋的伞 就以为他被夜叉吃掉了 所以我英雄救美 打死了夜叉 结果发现 原来我的小笨蛋不是很笨 还懂得逃跑 不过 到最后还是迷路了 唉 我历尽千辛万苦 弄得浑身是伤 你说 那个小笨蛋该怎么弥补我呀 我 我 三十岁的人了 还一天到晚哭 丢不丢人呐 是 是我不好 看你流那么多血 我又再也不乱跑了 我把护身护还给你 唉 不用 我相信 我的空空再也不会乱跑了 特别是最近 千万不要出门 乖 别哭了 你一哭 我就头疼啊 昨天 谢谢你帮我擦药 那是应该的 我昨天 没有什么意识 你 你怎么为我吃药的 有没有很难呢 就 就是把药塞进你嘴巴里 然后挂水进去啊 哦 哎 这样 也能吃下去啊 能 当然能啊 其实 昨天晚上吃药的时候 我是有意识的 孔孔 用嘴为我吃药的时候 我还发挥了一下 不过 既然他不说 那我也不提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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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兽兴 生日快乐 谢谢 漂亮的草莓蛋糕 上面写着 给亲爱的孔孔 我曾经说过的话 穷穷都记着 孔孔 许个愿 鬼许的愿望 能实现吗 能 当然能了 嗯 好了 吹蜡烛 好厉害啊 哎 孔孔 你刚才 许了个什么愿望啊 不告诉你 告诉我吧 嗯 想要一百个西瓜 还是一百个馒头 告诉我了 我帮你实现 没有了 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 啊 有什么愿望 连万能的我 连万能的我都不能帮你实现的 我希望 我不是鬼 我希望我是人 这样子 我就可以毫无自卑的 真真正正的和你在一起 哎呀 这个难度好高啊 其实 做鬼也挺好的 不怕天冷天热 别说不吃东西了 人家砍你石刀也死不了 孔孔 对不起 我说的太过分了 没有啊 孔孔 其实 我也好想抱着暖暖的你 好想把头 埋在你的胸口 数你的心跳 好想晚上靠着你的时候 听你的呼吸 好想看到我动你的时候 你脸红心跳的样子 臭小子 终于知道回家了 啊 哎呀妈 你不要拧我耳朵呀 好 好疼啊 好啊你 一上大学就撒开了啊 不是开学要交学费了 你还不回来呢是吧 哎呀呀 两只好好的耳朵 好看是被烤锅的猪耳朵 你家孔孔看了之后 一定会心疼的吧 干爹 有没有办法 让鬼再变回人呢 你做梦啊 你又不是阎伦王 哎 要是孔孔是人就好了 怎么 抱起来不舒服 哎 我 我有说过是这个原因吗 不过 除了阎伦王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啊 什么办法 回到过去 阻止你家孔孔自杀就行了 这 可以吗 可以 不过 成功的几率很小很小 因为历史是很难改变的 而且 万一一不小心成功了 你回到现在 孔孔说不定已经是两个孩子他爹了 哪还轮到你呀 那 有没有人成功过 嗯 让我想想 大约在一百年前 我听说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干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今年 到底几岁了 哎 冰块换了 我要再换一块啊 又不是女人 干嘛那么在乎自己的年龄呀 这个回到过去呢 需要很强的法力 还需要一些回到过去的法器 而且 回到过去的人 最好不要扰乱历史 再说了 你家孔孔 他自己愿不愿意啊 他 我不知道 那 万一他没死 活到现在 肯定三十岁了 他会喜欢你这样一个矛头小孩吗 你到现在才去追他 你有多大的把握 现在的孔孔喜欢上你 有很大的可能 是因为你是唯一 要看得见他的人 是他唯一的依靠 干爹 干爹说的有道理 如果 住进那间屋子的人 不是我 而是一个 也可以喂饱孔孔的人 孔孔也许 也会爱上那个人吧 孔孔 我回来了 哎呦 热死我了 快过来 让我降降温 孔孔 知道我要回来 连口水 都不准备给我 太没良心了 有啊 我的口水 那我就不客气了 冲冲 不要 冲冲 我 我 我不是 我知道 不用告诉我 我去买冰棒 想吃什么 又便宜又多的那种 嗯 那我去啦 熊熊 对不起 对不起 孔孔 如果 历史可以倒流 你还会不会选择自杀 倒流到哪里呀 临死的那一刻 会 为什么 你觉得 男人的 男人的贞洁 很重要吗 不只是这个问题 他们其中的一个 拍了我的照片 让我主动放弃 保送M大的机会 你知道的 从小我妈妈 对我就很严格 考进M大 是她对我的最低要求 从小到大 我没有看过 妈妈几次的笑脸 如果没有考进 我不知道妈妈 还会不会要我 老实说 如果没有保送 我也没有多大信心 可以考进去的 那时候要考进一所大学 比现在难多了 我觉得压力好大 而且 就算我放弃了 他们说不定 哪一天还会来 要挟我做别的 对不对 怎么会有 这么卑鄙的人 那个人 我和他不熟 他是我们隔壁班的班长 在年纪里 常常和我出现的 前三名的位置 M大那年 给我们学校 一个名额保送 我想 我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吧 而且 我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我是学生会的主席 我相信 就算孔孔没有保送 也可以凭自己的实力 考进去 那 如果 孔孔没有被欺负 那 你还会不会自杀呢 神经病 没事自杀寻开心啊 那 那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 孔孔顺顺利利的 考进大学 之后 会做什么呢 念书 毕业之后呢 工作 做呗 有没有想过 组成一个家庭呢 哎 就算想也弄不到你吧 你那个时候还是小学生耶 谁稀罕呢 我又没说我要和你组成一个家庭 自作多情 嗯 如果 你三十岁的时候 有了自己的家庭 然后呢 刚刚长大成人的我 玉树林峰的我 成为你婚姻的第三者 你会怎么做 哎 你干嘛抢我老婆 我说我要抢你老婆了吗 我要抢你 谁喜欢你啊 熊巴巴 自大狂 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帅哥 又喜欢欺负人 哼 哼 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也一定会把你抢回来的 干爹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我要回到十二年前 我要阻止孔孔自杀 孔孔同意了 我没问 那你就自作主张啊 嗯 你知不知道 这样你可能会失去孔孔 我对自己有信心 哎 行了干爹 你一定要帮我 我骗孔孔说 我去南方旅游 你说的容易 这需要很大排场的 等我有空再说 哎 你 哎 五四三二一 舅舅 哎 好了好了 别怕 其实 嗯 我是凝结的通缉班 早知道你没那么简单了 哎 你犯了什么错 要被通缉 我翘班了 我是原本冥界的小官 翘班 大不了自知不干了嘛 干嘛要通缉你 你以为是人间啊 不喜欢一份工作换一份就可以了 我们都是天梯一直派好的 没有选择的余地的 而且 林祖还偷锁了许多冥界的宝贝出来 这条链子叫折星 戴上它之后 冥界的人就找不到我了 有点像人类的雷达干扰系统 他说每次施法之后 他们可以根据我使出的财与法力找到我 那时候 我就往其他地方跑 到处留下我施法的痕迹 我再通过通天禁 看他们在哪里找我 我就往别处去 这样他们就很难找到我了 上一次清明节的时候 那两千只夜叉 我估计是明界故意放出来的 他们可能知道我在这个城市 希望我会对夜叉出手 留下痕迹 不过 虽然我放出是谁 但他们还是没找到我 好笨啊 所以 如果要回到过去 这样子的法术 我不得不好好准备一下 穷穷 你不要怪我 给我多一点时间准备啊 不会 我不会怪干爹的 准备得怎么样了 时间不会错吧 应该没有问题 孔孔说 他是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下午两点 在浴室 割脉自禁 至于那三个人 孔孔 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只知道是晚上 所以 我只要从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开始 一直守候着孔孔就好了 那就好 穷穷 我再说一言 你一共在过去可以待上五十个小时 还对我而言 只是和你分开五十分钟 我送你回去的时间不一定很精准 你到了那里再随机一遍 在过去的时间里 尽量不要扰乱历史 对于身边的一切事情 能不理就不理 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是谁 你回来以后 我要马上离开这里 五十分钟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记住了吗 哇 干爹 你认真的时候 好帅啊 那是 你干爹我 从古老帅到精了 不跟你多说了 时辰快到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开始吧 虫虫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回来啊 坐在你的身边 是种满足的体验 看你看的画面 过你过的时间 天也清了花也开了 回风也沉醉 虽然你不说话 却也早已万余千言 纷纷渺渺渺显得 清澈又珍贵 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 无关心 无关心多疲倦 梦想还有多远 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 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 像片日记书前 有暖力慢慢浮现 我要用默默的体贴 让你睁开双眼 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 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 把身体好好锻炼 好让你觉得还冷却 让你记得我的优点 无论任何时间 对我非常想念 非常想念 感谢观看